有意参选2020的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昨天抛出,若当总统将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金门会谈,并发表和平宣言,今晚他再次在脸书直播,提出两岸共同打造金门,厦门成为双门和平生活圈。 朱立伦表示,厦门,金门过去是战争前线,他上任后将打造成为和平地区,如何建构成金门双门生活圈作为两岸城市典范,必须通水、通电、通气、通车。 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金煞大桥铁路化,他举例,金门若与厦门,福建通电可省下20亿的支出,现在金门厦门有小三通,若往后建立金煞大桥,可以直接连接到中国主要城市,成为双门生活圈。 朱立伦也表示,发表和平宣言不是和平协议,协议是按照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,双方所签署的正式协议,宣言是双边对和平有共同看法,作为两岸交往重要基础。 他强调,和平宣言不是卖台,投降宣言,列炮轰民进党逢中必反,才让两岸最高领导者无法坐下来谈,黄维权,台北报导想知道更多,一定要看,朱立伦欲直接找韩国瑜谈争招务在放话国民党,尊重韩国瑜访钟AIP分享国务院一国两制影响报告据谈党内初选,蔡英文隔海批韩国瑜,政治人物有责任保护国家主权, 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看了,仿中恐遭陆委会罚50万韩国瑜,是不是脑袋坏掉,韩国瑜厦门会市委书记胡昌生,两岸一家亲不要被骗了,赴美申请ESTA费用AIT,只要14美元韩国瑜等刘洁一离开才说中华民国陈其脉酸,马后炮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鞋杠, tw.adai.ly-ml924upcsu关键自朱立伦两岸关系2020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。